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慧眼识人的赵文志非要选慧能为序 他那心诚意肯的话语使李氏夫人感激不已 要知道赵金花的人品长相非常出众 苗龙秀凤手巧心灵 多少有钱人家的阔公子都纷纷登门求亲 被赵文志给拒绝了 那些阔公子们求亲不成急得抓耳挠腮 常常作诗表心怀 说天下女人多如此美色寡 谁能娶着她胜似招驸马 你想啊 这么好条件的姑娘 那谁家娶着能不乐懵了吧 所以这李氏夫人乐的简直都找不着笔了 想想儿子将要成家立事 娶得一个令他十分满意的好姑娘 不仅自己心愿可了 也不负丈夫当年之托 更对得起庐氏门中列祖列宗 想着想着忽然眉头上锁 想起了丈夫当年向她吐露 慧能名字的来历和老僧的预言 她回忆儿子打小的时候 就躲着蚂蚁走路 哀怜马蜂 舍身救老乞丐等种种的情形 她觉得儿子的确不一般 尤其他的见解和悟性 更令李氏夫人吃惊 李氏心想 能儿若真是与佛有缘之人 那这个婚姻该如何是好 她正猜疑不定之际 慧能打门外走了进来 娘 我回来了 你等着急了吧 哎呀 男儿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是我饿透了 快坐下 娘给你端饭去 娘 你歇着 我自己来 哎 你都累一天了 娘什么也没干 歇什么 你快坐下 娘给你端去 李氏夫人说完走进厨房 端来饭菜放到桌上 母子俩同桌共餐 吃完了饭 李氏夫人想给惠能一个惊喜 就把赵文志来他们家的事 说了出来 男儿啊 娘今天特别的高兴 有一个天大的喜事 降临到咱们家了 你赵大叔刚刚来过 要把他女儿金花许配给你 你可要知道 那金花可是百里挑衣的好姑娘 多少有钱人家的阔公子 都没有求成这亲呢 没想到你赵大叔 却相忠你了 这不是能儿你善有善报 就是咱们卢家祖上积了大德了 你赵大叔说 等他选好了黄道吉日 就给你们完婚 一切过家所需 都由你赵大叔家陪送 娘这一高兴啊 就把这门婚事给应了 能儿啊 你明天别去砍柴了 帮妈收拾收拾屋子 你自己也准备准备 等你结了婚 娘啊 所有的心愿都了了 再也没有任何牵挂了 慧能一听 心里一愣 娘 孩儿多谢你的疼爱 更感激赵大叔对我的抬爱 赵金花的确是 人见人爱的好姑娘 可孩儿为帮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只好舍掉私情 完成大爱 我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 寻求人生的最高准则 所以这门婚事 孩儿不能应允 还望母亲原谅 诸位 说到这里我好感动 人最爱的是自己呀 那照片上没有自己你看吗 大多数的夫妻都有夫妻像 两个人长得很像 因为对方像自己呀 不然他怎么会爱 再一个就是对方可以弥补自己的缺点 个仔想找个个子高的 眼睛小想找个眼睛大的 皮肤黑找个皮肤白的 事实上 人是以爱自己为动力去选择对方啊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要不咋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呢 是这个我呀 把我字拆开 左边是手 右边是鸽 手里拿着一把鸽 就是我 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总是拿着一把鸽 刺来刺去 在刺伤他人的同时 也就刺伤了自己 正所谓害人中害己 亦人亦自己 所以佛教让人破我执 打破对自我的执迷 纵观历史横看世界 能载入史册 百世流芳者 无不对人类有所奉献 把人类幸福 放在自己幸福之上 把民族命运 放在自己命运之上 把国家事业 放在自己事业之上 把别人的利益 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范仲淹之所以为名臣 因为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岳飞之所以是民族英雄 因为他有还我河山的壮志 孙中山之所以称为国父 因为他有天下为公的宏图大略 白秋恩之所以值得学习 是因为他有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精神 他们虽然没有正道佛教的 无我境界 只是一种忘我的精神 但也难能可贵 值得世人共赞 像惠能为证悟真理 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心灵的解脱 他居然能除去自己的私爱 完成利他大爱 实在太了不起了 他心系无边众生 这种爱才真正是高尚伟大 他对母亲说出了 他今天文经悟道老翁赠银等其余 历史夫人一听心头一震 他没想到儿子竟有这么好的学佛姻缘 他望着这个不同寻常的儿子 想起了一幕幕的往事 他想起了老僧的预言 想起了儿子的种种善举 想起丈夫贬观丧亲的惨痛 想起自己寡居凄凉 养子艰辛的情景 不禁开叹 真是人生苦短 世事无常 历史他眼望回能 感慨晚端 忽然间老僧欲言 想在耳边 喜知喜能耳聪扬 心心心善 心心善 心心悲善 心知经他 问经舞蹈 解祈缘 贪知贪 严苑成熟 不可牛转 心知信他 庄知北 悲心似岗监 似之似无常寻似乎 轮回路线 相之相容生衰色 自乎皆然 愿之愿他早无真理 愿往事先 做一盏智慧明灯 光照大千安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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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 李氏诵经李佛 多少也有了一定的体会 觉得世间的一切事物 无论当初如何兴盛 到头来都要归于寂灭 自己的执着不是太愚痴吗 生命无常 惠命永久 儿子置心向佛 一心要以道德学问充实庄严自身 也不是坏事 倘若他日后真能修成正果 倒是一件幸事 何况他心意已决 正应了老僧的预言 今天又有那客人的慷慨讳赠 这助班姻缘的巧合 难道不是天意吗 想到此他一生长叹 唉 能儿 娘知道你早晚会走这条路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能儿 你本是与佛有缘之人 在你降生的第二天早上 就有两个不知名的高僧登门奉会 送给你这上会下能的名字 说你与佛有缘将来能弘扬佛法 画度一方 娘怕你分心没有早告诉你 现在你既然决定了自己要走的路 娘也不拦阻你 但你要自图彭城 好好求学经事 慧能一听 感激不已 娘 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 孩儿虽然求法心切 也不忍心抛娘亲于不顾啊 能儿 为人子者自当竭尽孝道 但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学那除鸡之恋 依依于依下 好男儿志在四方 娘虽然老了 但这些年来 娘拜佛虔诚 信佛至坚 佛菩萨加持 娘身体硬朗 生活还能自理 何况还有左邻右舍门的观照 娘深感佛菩萨的恩德 你去求法学佛 娘心中万分的欢喜 天语无私 不论枯草 要有善根才能得闻佛法 佛法是治心病的良药 它能帮人化解心中的烦恼 静节日下的侍风 学佛更是一种高尚行为 君子要学佛 能众善奉行 小人要学佛 也能诸恶莫作 男儿 你既然要求法学佛 就应以天下苍生为念 要有一颗济世救人之心 不要把为娘一个人挂在心上 你如能勤修不屑 早日成就法器 自立立他 才是根本的大笑 否则你就是终生守在我的身边 娘也不安心 更无言去见你父于地下 听听李氏这番话 跟他刚刚生下慧能的时候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那个时候 他只希望儿子居为己有 为他养老送终延续香烟 而今 却依然让儿子现身佛教事业 自立立他度化众生 境界比二十四年前高多了 这也是他多年修行出来的精神境界 为成就儿子的大愿 蓄佛会命 弘法立生 他把唯一的儿子都射出去了 这是很难做到的大布施啊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难怪说天下最高尚 最无私的情感就是母爱 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博大无私的爱 真让人感动 慧能闻听 感激不已 他泪流满面 匍匐于地 娘 孩儿绝不辜负您的教诲 一定精进勤修 尽我的一生去修习佛法 并让您听闻佛法 不仅仅是您一个人 我要让天下更多的母亲都能听闻佛法 脱离三途八难之苦 以此报答慈母深恩 好孩子 快起来 李氏夫人浮起慧能 心中十分快慧 她似乎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母子俩一直闹到深夜才安歇 他们母子俩高兴 赵文志一家更高兴 尤其是那赵金花 明着不敢太高兴 暗中却欢喜不尽 赵金花不要笑声处 只觉得心里热乎乎 长眼说鱼儿靠水鸟靠树 虎靠山蛇靠洞 龙靠江海虎 女孩在家靠父母 长大楚歌要靠丈夫 男婚女家固安金谷 人人都得解花主 会能她聪明勤劳 至成小母 善良忠厚贫茂突出 悉的是我能靠她当执着 今生今世一元祖 从此后比双飞长为武 花开莲礼 并地住 这姑娘满园春色 关不住 高兴得翻来覆去 水一舞 这赵金花乐的一宿没睡觉 他哪知啊 他这叫剃头挑子 一头热 他正高兴呢 李氏夫人前来送信 把会能闻经悟道 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之事 向赵文志说了出来 赵文志啊 一听非常的惋惜 人家会能有出家之志 自己不便嫁女儿 心的话 嗨 老朽真是没辅啊 这么好的小伙子 愣做不了我的女婿 我女儿也没福 做不了她的媳妇 赵文志惋惜的不得了 同时他对会能是更加的敬重 为表示他对会能的敬重之情 他决定让女儿赵金花 拜李氏夫人为义母 多多陪伴照顾李氏夫人 让会能求法学佛 能没有牵挂 早日成就大道 这老头真是一个明白因果的聪明人 惠能对赵文志此举非常的感动 他一连忙碌几天 给母亲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 购买齐全之后 他又拖勤好心的邻居们 帮助赵金花来照看自己的老母 左邻右舍 热情应允 答应一定替他好好照顾老母 惠能这才放下心来 只带些散碎的银两做盘缠 把剩余的大部分银两 都留给母亲 以备他日之需 他安排好家事 便辞别临舍 拜辞老母大步踏上了 奇违高远 不平坦的成佛之路 徒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日尘埃 六祖贵能 优优独播剧场—— ALEX